欢迎收看娱乐星星报 比尔考斯比被判刑3-10年刑期 美国著名演员比尔考斯比 9月25日因下药和性侵一名女受害者 被判处3-10年刑期 考斯比曾被超过60名女性控告性骚扰 而在去年其中一位受害人 安德利亚·康斯坦德成功将考斯比告上了法庭 他称自己在2004年被考斯比下药和违宪 并提出了338万美金的赔偿 而考斯比则坚称和该名女性发生关系 是基于双方同意基础上进行的 去年初审时 因为双方各职一词 审判陷入了陪审团僵局 既有罪和无罪的陪审团人数一致 最后法院决定2018年再进行复审 今年4月复审开始 在经历了一个月后 法庭终于判决考斯比性骚扰和猥亵罪成立 早些时候 负责此案的法官斯蒂文·奥奈尔 确定了判刑的日期 此前考斯比律师曾希望把判刑日 推迟到12月 但遭到了拒绝 考斯比在今年7月即将满81岁 而他的罪名可能让他面临最高10年的监狱生涯 实际上自从4月26日宣判后 考斯比就一直被禁足在自己的费城豪宅中 这也是他2004年对原告实施下药和猥亵的地方 奥奈尔法官强制要求考斯比佩戴 有GPS功能的搅环 并限制考斯比只能外出见自己的律师和医生 而且必须事先得到法律部门的许可 以上是柳橙为您播报的娱乐星星报